为了厘清死亡的原因与疫苗是否相关 卫生局将协助受害家属提出 预防接种伤害救济的申请 如今确定 最高将给付600万元的救济金 卫生局表示 南屯区一名90岁的阿嬷 患有阿兹海默症的病死 近年来都在医学中心就诊追踪 近3个月先后因泌尿道感染及胸椎骨折 就医住院 昨天上午在接种AZ疫苗后 出现发烧口渴 在补充水分后失去意识 晚间送急诊 抽水检验 初步有心肌极度缺氧的状况 经抢救无效 各样也有进行COVID-19的快筛 结果为阴性 急诊医师已向陪同就医的家人说明 此外 西区一名94岁的阿公 同样患有阿兹海默症 另外他还有糖尿病高血压等病死 昨天上午接种后返家 尽早家人发现已无生命迹象 卫生局说明 为了厘清死亡的原因 与疫苗是否相关 卫生局将协助受害家属提出 预防接种伤害救济的申请 协助 收集相关的病例资料送中央来审议 如今确定 最高将给付600万元的救济金 人数人的卫生局 应该是否正确实 在这些人做生局 卫生局 在这些人的父母 当然 一直以为 孟费的 是在这些人做生日 造成的 是否正在